公开资料显示 截至2021年初 俄海军太平洋舰队拥有60艘左右的水面舰艇和20余舰潜艇 其中水面大型舰艇包括 旗舰光荣级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 现代级驱逐舰快速号 无卫级大型反潜舰维诺格拉多夫海军上将号 潘杰列夫海军上将号 特里巴特斯海军上将号 以及刚刚从反潜舰改造为护卫舰的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号 中小型舰艇主要有三艘20380型护卫舰 一艘20385型护卫舰 四艘12341型导弹舰等 俄太平洋舰队的水下兵力包括 德尔塔三型弹道导弹核潜艇良赞号 北风支撑级战略导弹核潜艇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号和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号 另有五艘奥斯卡二级巡航导弹核潜艇 四艘阿库拉B型攻击核潜艇 六艘击洛级常规动力潜艇 和两艘击洛级的改进型滑沙女人级潜艇 依照俄军计划 未来纳入太平洋舰队的水面舰艇 还有三艘22350型护卫舰 一艘20380型护卫舰 一艘20385型护卫舰 四艘22800型小型导弹舰 以及数量不等的扫雷舰登陆舰 潜艇部队未来将列装 三艘北风支撑A级战略导弹核潜艇 四艘亚森M级多用途核潜艇 和四艘华沙女人级常规潜艇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主要航空基地是 尼古拉耶夫卡机场和叶利左卧机场 部署有1238反潜机和米格31截击机 除舰艇飞机外 隶属俄太平洋舰队的海军陆战队 近年已改用BTR-82A新型装甲运兵车 并列装了T80BV坦克和BMP-3步兵战车 具备较强的两栖作战能力 此外太平洋舰队的岸防部队也颇受关注 该部队在俄日存有主权争议的南千岛群岛 部署了武汇和冷宝岸防导弹系统 俄罗斯消息报称 冷宝岸防导弹系统可在300公里外 摧毁敌方舰艇和地面目标 而武汇导弹系统的有效射程为260公里